欢迎来到灿烂时光会客室 灿烂时光会客室是有灿烂时光节目 还有公式新闻议题中心PNN 以及公民行动已记录资料 故联合自播的视频跟音讯的节目 灿烂时光会客室 我们会在灿烂时光广播节目当中来完整播出 然后直播视频的时间是在每个礼拜天晚上的9点半 在公民行动中心PNN的网站会进行直播 之后也会在灿烂时光已经公民行动 电脑库的官网上面来看到我们相关的录影的资讯 我们今天要跟他聊的一个话题 其实就是远通IT的时间 当然对很多的消费者来讲 会发现在远通他们这个ETP其实是非常非常霸道的 这个霸道的部分在收费或是某种资讯 不够公开透明 也让某些的这种消费者感觉是一种强制的 这种必须要安装之外 事实上一个更怕到的地方就是当时他们 其实承诺了过去的高速公路的收费员 要来预告他们的转业 但是在现场上面这样的问题 这样的一个真正的转业没有达成 所以我们今天就要在这个节目当中 来跟他谈一下这个话题 今天我们要跟他谈到 我们跟大家要提到是国道收费员自救会的成员 也是前大甲收费站的收费员 郭嘉栋郭先生 郭先生你好 我是你好 你好 我们看到在前几天 这个高速公路收费员 在这个交通部前面 其实有跟有一些小小的这个抗议 甚至有人说这个是一个路过交通部 甚至像你交通部 那我们在电视媒体上面看到 大概都会是一个比较冲突的这个面向 可不可以告诉我们 跟我们说明一下到底当天发生了什么事情 各位观众你好 我是收费员 当时也有在场 原来这个事情是交通部愿意 大运高空局来一起承担这个事情 所以我们原来的会议场地 有比较适合的场地 立法院临时通知改载交通部 那交通部也派出了 还是一样是高空局的副局长 吴慕副局长吴先生 但他居然选择在普鲁市 就是一般人家说的魏鲁市 只能容纳十个人左右的小房间 却要挤下四十几名代表 这样的气氛下引来的收费员 是觉得说 既然安排场地的主人是交通部 那怎么可以交通部的官员 本身层级没有不够高来 那又让我们选择这么小的场地 这是让上司来协商的一个诚意 于是收费员看到这样的情况下 真的引来了长久以来 对交通部措施的不满 于是当时的情况下 实在是忍无可忍的情况下 做出了一个比较激烈的诉求 但是其实这个局面 其实都是在合理的范围内 而且我也觉得是很正确的一件事 现在来讲就是说 原本交通部要跟你们进行协商 然后再选择一个比较好的场地 可是最后居然是在交通部的一个古鲁市 其实并没有办法进行一个很好的协商 所以你们当然会有一些 当时被外人认为是一个比较激烈的反应 但是就像我也认同你的说法 其实这是一个非常正常的反应 刚刚特别谈到说 你们要跟交通部来协商 那到底要协商什么 要去谈一些什么样的东西 各位观众其实是这样子 作为劳基法雇主的高工局 他在民国102年 我们同事在7月10号 向总统府呈了一个文 来表示说今天高工局 他要实施ETC 其实整个政策 是交通部的政策 不管是预算计划的实施 还有合约的签订的高层 其实交通部都有涉入 所以在90年的一个民事的判决里面 有说到这件事情 交通部当然也要下来处理 那不能留片面说 高工局说他没有职缺了 没有办法安置这些收费员 一次就依照 劳基法十一条第四款来进行 因为十一条第四款的规定是在于说 在没有劳工需求 但是用安置的职缺情况下 才可以使用最后手段性的安置劳工 但是我们发现今天交通部 作为上级雇主 真实就是法人一致性的情况下 他要负担这个转治安置的责任 那他明明就有安置的能力 因为今天中华邮政 他已经百分之百的公司化 那交通部对他有百分之百持股 那每年都有数百个邮差的职缺 收费员的收费账片 其实也符合这些 已经有周年以上的收费员 我们都平均四五十岁了 那他们来做邮差 在能力上适当职缺上 也是非常适当 这个问题我请教过劳动部 劳动部一听到这个例子 也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优先的方案 但是交通部跟高工局 竟然没有优先来安置 而且他内部的职缺 其实他在事后解片了我们之后 还有在陆陆续续的 零星的职缺登载出来 所以就表示说 其实他有能力来执行劳金法的 只一条第四款 来先安置员工 可是他却片面的这么做 那明显就是一个 违反的行政程序 违法的事情 那我们今天会觉得说 远通的转制 虽然不好 但是在前提之下 是你没有安置我们 没有办法适当安置我们情况下 再来做之前跟 远通转制的这个程序 但是今天我们就是要求 你可以转制 你应当先安置 安置我们的情况下 我觉得我们诉求合理 所以我们提出 你一定要依法 你劳基法 优先的来将我们安置 即使我们是你的从业人员 或约顾人员 甚至是你片面认为的临时人员也好 但是你至于雇主的地位 你先就是要依法先安置我们 因为你有能力达到 所以我们的诉求就是 安置是第一 第二 你有个公民医机关的民营化的条例 在第七条 第二第三款里面 有说到 之所以给我们 七个月的基本本薪 它是以 机关只要一猜测 就以六个月 加一个月的预告工资 然后来当作是 你的一个 机关 结束的一个福利 那因为我们机关里面 同时无法来任用 所以在这个情况下 它发这个依据 它去请款的依据 也是来自于 公民机关民营化的条例 所以我们不能片面的说 你拿了这个25万 就是支遣费 而且就可以结束 你安置我们的责任 那在这个法里面 同时也有提到 它的支遣费 还有说退休金的提拨跟 结清 都是另外在这七个月之外 我想这样一个 一个所谓的抗争的方向 其实是一个非常清楚 因为其实交通部 它本来就应该要复格任 那当然他们就把你们 这个要做的事情 其实要所谓的一个安置的 这样的工作是推给远通 那当时远通 它是什么 它有 我看到在媒体上面说 远通已经做了一些 安置的承诺 但是最后也都没有 是吗 是不是这样的一个发展 没错 老师您说的是 之所以远通能够跟交通部 达成这个合约 主要是来自于 它当时在竞争 跟与通竞争的时候 是有人员转制这一块 来让它胜出得到这个合约 那它对我们的转制 其实是有 其大部分要尽这份社会责任 毕竟它 每年的 所能够得到的获利 在通行费的 里面的获利 抽四块 每台车次抽四块情况下 它是可以获得 五六十亿的 甚至过到二四六八十之后 它的 也继承收费之后 它获利更丰富 那我们算过了 我们收费人的费用 其实它一年 让我们大概只有 各四五亿 而且我们的费用将可以 让它报税 那它当时 基于这个合约 所以它对我们 有这个责任 但是在这个合约里面 它的规定相当的松散 并没有规定到许多 求职 竞争 有一些不合理对待的情况 所以才会在合约不严谨的情况下 来造成后续的这些麻烦 那才是真的是 它的真正的 叫远东之所以对高工局 有这份转支承诺 其实就是这个合约 保障你五年的工作权 和你一年三万八 然后加一点五个月年中 五十万的年收入 承诺真的只有这样 而且就是来自于合约 那它到底有没有达成 就是依照远通的表示 它的转支率会超过五成 那你自己的观察 的确有达到这个五成吗 或者是说其实更低 或者是更高呢 据他们自己的计算方式 还有计算的数据 如果以一个收费站 它十个人 大应想要去转支 而没有直接领取 那个未注金的话 就是五个月 不愿意转支远通 那远通就 把加发 捕发你五个月的 这个转支的补偿金 那我们十个人转支进去 它的算法是以 五个人有去媒合 就是双方有去面试 然后面试有做完这个程序 就算是转支率 但是真正的转支率 我们的了解应该是 这十个人 真正只有一个人 去正式工作 这样才是真正的安支率 我想外界对这个事情的了解 应当是如此 但是高工局跟远通 对这件事的了解 竟然是用那五个人的媒合成功 跟十个人的转支人数 来五除以十 来当作是转支率50% 所以才会造成说 真正只有转支10% 但是他却说有50% 那他说的五成 如果真的达到的话 那怎么会有这么多收费人 能够在上班时段 在外面抗争呢 所以事实不是告诉你 其实他们是在 为这件事情在 放任远通 让他们过关 因为根据那份民营化条例里面 这个训练工作跟安置的责任 其实原来是在雇主 高工局的身上 高工局为利用这个合约 将原来所要进的责任 转置给远通 转让给 就是把它转移给远通 当然远通所做的一些行为 不论合不合理 他都一定希望他能够 尽量能够让他通过 因为这是他的责任 所以他必然 无论是外界认为他是说谎也好 但是实际上 他就是真的是这么做 所以现在你觉得 应该出来负责任的是谁 就是到底是高工局 还是交通部 还是这个远通 我想外界大概会觉得 这几个角色 好像有点互相踢皮球的一种感觉 所以就像我一开始所提问的 在法人同一化的情况下 这是 总统府对我们的回文 尤其他是转发给老委会 来解释这个事件 所以真正要负责的人 还是交通部 因为这个合约所上报的层级 所能够批示的 长官的用意 这个最少都是在交通部层级 甚至在行政院的层级以上 所以交通部责无旁贷 那在合约定的松散的情况下 那远通根据松散的合约 还有放任的这些认知的标准 那远通当然是受益者 他当然不会觉得他需要负什么责任 那在我这样说明之下 真正的责任人其实很清楚 他就是交通部 那高工局对他来说 只是一个即将要电子化的单位 他根本就不会去有什么约束力 再提到现场 再提到现场 就是现在目前 我们这些高速公路收费员 他们现在状况是什么 那在交通部 或者是在各个单位 其实不愿意出面来解决的状况之下 我们这次的比赛 在各位大力的帮忙之下 能够有很多不同国家的朋友 把他们心里的这些想法 行住于文字 让我们这次的活动 能够更丰富 一阶的移民工文学奖 在国内是真的是创举 更多的优秀的文学 这些新的文学能够来展现 让国内能够看得见 那我们希望这个文学奖 是进入台湾的文学史 如意放开国民无意 在哪里的老人平 他既是条件很有限 可是他又要不断的拼命 创造新的条件 参与资格就是在台湾 曾经在台湾 或者现在在台湾的新领域 让他把他自己的工作做好 同时也能够和谐的 在台湾的这段时间能够相聚 我们希望他们用文艺创作 让他们有一个舞台 可以把他们的声音 故事讲出来 希望台湾文学可以更丰富 我们在上一段节目当中 其实也谈到了这些政府 他们所对你们所做的一些回应 或是一些因应的政策 其实从某个角度来看 我想不管是高工局也好 或者是像交通部也好 他们都会回答说 我们其实是依法行政 我们其实是按照 国营事业民营化的相关条例 来去进行 来去协助你们辅导转业 我这种依法行政有什么错呢 为什么你们还要不断的对我们苦苦相逼 还要把责任 认为是我们交通部应该要去复格的呢 好 老师您说的是 关于这个问题呢 我们先让各位观众来回答 那主要是说 高工局或是说 我们说相对的好了 未来就是高工局跟交通部都来简单 那是相对的 相对的他是认为是说 他能够依法的方式 让他行政最便利的方式 就是用这样来解释 因为他如果真的要用牢基法的方式来处理的话 他们现在我们跟他们在互斗过程中 发现他们是没有能力来处理这样的事情 于是他为了让他自己事情好办 甚至能够把事情吵吵结束 于是他就一直坚持这样的方式 所以才会造成 转制充费员和政府之间对峙的局面 原本是和谐的顾问关系 却在因为错误的行政决策 行政处分之下 造成今天严重的后果 而且这份合约他有两项很重大的缺失 第一项来说就是 除了刚刚他是跟邮局 中华电信的转制方式不同之外 第二大的不同是在于说 收费员年纪其实都偏老 相信40岁50岁 可是他开出来的工作 却都是一些年轻人 理专 远传电信的服务员 要接触这些3C产品 要去试一个全新有竞争的工作环境 对这些我的这些前辈 我姑且说他们是叔叔来说好了 要他们来做算太多好的适应力 要面对这样的职场生涯 我想今天换做是高工局里面的科长 五六十岁的副局长 那拿来转制 我想他应该就能够感同身受 可是他其实政策是很能学的 完全没有考虑到这个人性的正面 所以才会造成执行上的困难 但他都不愿意面对 所以他坚持要用他的依法行政 那其实他没有依法 尤其是他没有遵守最大的法律 根据就是雇佣关系的劳基法 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 其实在所谓的依法行政 但是他并没有刚刚谈到所谓的 包括劳基法的部分 或者是说刚刚也特别强调说 在这个转职 或是在转业的过程当中 他其实没有考虑到一些更细致的部分 我想对于所谓的交通部而言 他其实就是把这些人给解决掉了 就是解决说 我就是有一个工作给你做 可是你是不是合适做这个工作呢 对他来讲恐怕是无所谓的 因为我已经做完 我应该要做的事情好 我想要接下来 请问就是远通基本上来讲 刚刚也提到说 他也有去协助一些 这个所谓的媒合的工作 也协助一些进入到远通的工作 那其实这跟过去的一些 国营事业民营化的做法 有什么不同的地方吗 就是他也是符合 某种国营事业民营化的这种要求 那你为什么觉得这个其实 在实行上面是有一些困难 或者是有一些对我们来讲 其实是非常不方便 合理的地方呢 老师你这个问题问得很好 其实就像我们之前所谈的一样的问题就是 因为交通部没有认真的去研究这个法案 还有去感受到人民的痛苦 还有这些年纪偏大松高的阶层的收费员 所以他的政策的时候 他的制定是人学的 所以当初他在转制的时候 他没有考虑到我们刚刚所想的职务性质的不同 还有民营企业他们员工要采取年轻化 还有高竞争力的不同 没有错 收费员他的工作真的是很单纯 那他工作的能力 工作的技能其实真的很简单 今天要在他学会很多很多技巧 还有应对顾客 还有学会3C产品 还有电脑操作 我想这一般让像我们这个年纪 五六十岁六七十岁爸爸妈妈 他们一听到说 一定要再转到这样的工作 我看大家应该都是很茫然啦 那之所以说 今天交通部他们会有这么大的不同 是在于说 他没有认真的去研究这个 这个转制安置自己 自己能够安置的部分 所以我们才能够主动向他提出说 其实邮局的邮务是 他的转制条件其实很适合收费员 那年轻的收费员呢 也可以转制到中华电信旗下的派遣公司 宏华人力派遣公司 百分之百持股 这个我们都查过资料 那他也可以来作为门市的人员 那为什么他不优先转制到自己的机构 而却要让远通来出这件事情 表示当初对人员的转制上 高工局 就是合约相对的交通部 对这件事情其实就没有很认真 那远通对这件事情 他其实顾及的还是 机器上车流量的获利 他在转制上安置安排上 其实也是想把这件事情 赶快的炒炒结束 那真正受害的人 其实讲的很简单 就是冲击就是最直接的 这些需要工作 需要这个薪水养家的收费员 他们甚至一个人离婚了 一个妈妈要照顾三个小孩 念高中念国中 还在外面租房子 在台中市里面 你想想看他后面真的是 那种处境真的是不堪想象 所以我觉得我们的政府 说真的他在做这件事情上 其实是冷血的 再者 高工局 就算他把10%的钱让远通去赚 他还收到 一台车还是收到36块 30多块的费用 他为什么不能拿这些货 盈利的这个经纪 因为交通部每年这个 高速公路的获利真的是上百亿的 让他来照顾我们这些 基层的中下阶级的劳工 因为他们都一定是中下阶级才去当收费员 那如果我照顾他们 是不是把他们的家庭安置好 对这个社会 即使你今天会觉得说 安置这些收费员好像又多了一笔费用 可是当初 ETC的执行并不是为了要裁减能力 而是为了让交通顺畅化 不要再经过收费站停顿 这个行政目的确实达到 收费员是他无可奈何下的副作用 那他本身有这个裁员 有这个能力来照顾我们 可是他却没有来照顾 所以这也觉得非常匪夷所思 作为官员应该 实在是有点需要好好来检讨这个地方 的确我看到这样的一件事情 其实让我想到 大概我在十多年前 有一次跟现任的交通部长叶匡史 我们在一个工厅会里面 谈到有线电视 这样的一种所谓的产业 其实某些部分 他应该具有某种的公共性 那结果那个当时的叶匡史部长 其实他还是一个学者的时候 他就说 其实很多国家这些 我就举说像高速公路 就是你要有些东西要考虑到公共性 所以像高速公路应该是国营的 结果他就回我说 其实很多国家的高速公路都是民营的 那没想到这个 在他很早以前 他就是类似的看法 这个看法其实 他所造成的一些后果 其实是全民在承担的 包括我们刚刚谈到的 这些很辛苦的高速公路的收费员 他其实面临到非常大的一个工作上面的 一个困扰一个困境 其实我想要再进一步问的是说 在目前的收费员当中 有多少人已经有回到 不管是安置也好 或是转置也好 已经有整个正常的工作 那还有多少比例的 这些高速公路的收费员的朋友 他们其实某种程度还在处于一种所谓流离失所的状态了 这个问题其实也是很重要 就目前我们1147个收费员 在90多年来 90几年一直陆续的裁剪的过程中 其实多半的就业其实都不是很顺遂 当然也有少部分是转置到远通 成功的例子 这个我们也必须承认 但是在这个计划执行上 他的成功率实在是太低 而且他终于存在非常多的疑问 例如说他保障我们薪水3万8 可是他只承认当时你面试当时的薪水 如果只是谈的是2万2 那他投保薪资就只有2万2 中间的1万6将会以工作奖金的方式来填补 那在二代健保实施之后 将会成为补充保费的一个再重复课税的对象 再来投保的薪资未到3万8 其实也会影响到我们未来 执灾请领 生育补助请领 甚至劳退提拨退休金 所以这件事情对收费员是三大伤害 那是对 真的是很极不公平的事情 所以这个合约其实一直在执行上存在的非常大的问题 那至于说国有民营化 他其实ETC这个案子其实也是国有民营化 所以才是由ETC远通的公司 远通电授来执行 但远通通如果出了问题 其实高工区一样都会成为年代的要负责的人员 无论在机器或人员的转制上 所以国有民营不是这个问题讨论的真正的问题 而是在于说民营化的过程中 他如何做好这些事情 那我想补充的是说 机器的问题已经成为定局 机器不好已经全面上路了 现在要改系统不太可能 但是在转制的这个计划中 收费站各个拆掉 那交通部高工区的所有人员 全部转制到国工区的 北工处中工处南工处 组织也经大改造 那他真正需要处理的问题 需要管理的就是把ETC计划最后的一笔路 就是把收费人照顾好 这应该才是最后不将这些计划 做一个完美的结局的时候 因为可以改变的东西 也不可以改变的机器已经不会再改变了 那可以挽救的就是我们这些收费人的这些目前的现况 那我觉得我这样说 应该可以让所有的观众来了解 真的是我所说的东西其实真的是合乎情理法 合乎整个事情的真实的状况 那其实你谈到说要去考量到现在收费人的 现在的真实的状况 其实我们知道有其实很多人 他并没有接受安置或是没有办法安置 或者是他们还在一个抗争的状态 我晓得在这种状况里面 其实你也听到说在这些员工当中 有些已经是五六十岁的 那他们怎么样去面对他们现在的生活呢 所以就是我刚刚其实没有真正回答你的问题 我刚刚您问的是有多少人失业 但其实真正多少人失业 这个我们也没有办法确实掌握到 因为他可能私底下还有在做一些其他事情 但是真正面临到的问题是 真的我可以跟各位观众来说明 就是真的超过了好几百位 包括前几年之前掉的 他们没有在外面没有一技之长 没有适当的一些工作经验 甚至工作环境说非常那么单纯 他们甚至没有会经验 所以失业的人的问题一定很严重 但是他们一定是家庭的家庭经济支柱 所以一般事业来说 如果你算几百人的话 那说真的这是一个几百人的家庭 几千位的国民正在为这件事情的改制 生计上出了严重的问题 那我觉得我们今天无论谈的是问题 无论就是要把这件事情 述逐一个社会正义 那我们来架构这个社会的安全网 让这些收费员 能够好好的获得一个良好的安置 那不要衍生相关的问题 那至于说多少收费员真的没有工作 我可以说上百位 甚至远通的转制即使现在进去了 未来他能做多久 其实没有人敢说 这件事情我反映给高工局的所有内部各级的长官 其实他们回答我真的是 你的问题很好 但是我们真的不知道 不知道怎么解决 这说真的 所以真的是 一笑大方 真的说真的 有时候觉得 真的我们的交通部 还真的要好好加加油 因为真的好几百个人 好几千个国民 正在为这件事情 在辛苦的在抗争当中 要的就是 要一个合理的安置 我想最后一个请教 最后一个问题想要来郭先生 那接下来你们准备要做什么 你们要怎么 要如何再去跟我们交通部 来去加压力 或者是要回你们 对 当然我们在这件事情上面 也能徒劳的这样子 增加社会成本 然后抗争 然后让社会来 对这件事情会有所误解 就像之前发生的太阳花的事件 那我觉得我们应该积极的来处理这件事情 那其实办法也是很简单 就是交通部将适当的职缺 可受公平的职缺 来让收费员来好好的安置 就是因为我想一般外面 我们对受雇于公家机关 跟受雇于私人企业 那保障 我想不用我多言 那绝对不同 那所以我们现在要做的事情就是 将我们的诉求很清楚的文件化 给劳动部 给交通部 给行政院 给总统府 给所有我们所有能够成情的机关 一起来 好好的来对这件事情 好好的来开会检讨 所以我们将来会做的事情 还是不断的协商 但是如果说官员他们还是要这样子 不愿意跟我们玩时间的消耗 因为我们是用失业的状况 在跟他在上班的状况来抵抗 他领我们缴税的薪水 可是他却没有好好照顾我们这些纳税义务人 所以我觉得 我们难免一定还是会有一些 较为激烈的抗争 但是绝对一定可以让社会来接受 而且来了解说 为什么一个时代就像明朝末年 为什么人民可以去推翻一个执政者的地位 那表示中间一定有很多不合理的原因 那我们将要用我们的能力 来让受雇人员在这些问题的处理上 得到一个圆满的解决 所以在执行上一定是一群正常管道 深处成情 获得不到满意的答案的时候 来做出适当的民主的运动 我们讲到这个是民主的运动 因为它是有相当的公民妇补充权 还有政府已经违法行政 还没有根据宪法的15条 那个工作权包括生存权 合理的生命尊重 生存延续 跟这个领薪的这个议题上 好好来给我们交代 所以当然我们也会 再去找相关的资料 来证明高工局是有适当的职缺 跟交通部有适当的职缺 甚至相当的薪水的职缺 可以来照顾这些 需要照顾千百个家庭的 这些收费源的一个功能 它是可以发挥的 所以将来我们还是会 就是抗争 还有正面的陈情 来让政府了解说 一定要依照正规的法律程序 正确的认识法律 而且要用合乎这个时代的法律见解 来照顾好他当初 不论是竣选或者是施政的 降低失业率 降低贫富差距的这个问题 来处理 不能让钱 让徐旭东一个人赚 我们都失业了 您说的是不是呢 我想这是一个非常严重的问题 因为国家政策的软变 造成了非常非常多的受害者 这些受害者 不是只有使用高速公路的 这些消费者 这些公民 事实上刚刚我们在诊断当中 也特别谈到了 在这个过程当中 高速公路的收费源 他们的工作权受到非常严重的侵害 即使政府提出了依法行政 或是认为他们已经做 一些辅导转业的这个措施 事实上都跟现实的状况 有非常大的这种背离 那我们也看到 高速公路的收费源 他们其实背后 其实有非常多的家庭 也需要我们特别的去关注 我们也呼吁我们的这个观众朋友 听众朋友 能够持续的来关心这件事情 也能够去参与这些所谓的一些抗争的活动 来共同争取我们社会大众 每一个人的权利 今天非常谢谢郭家农先生来接受 我们访问我们 节目时间到了 下个礼拜共同再会 谢谢大家 谢谢拜拜 我的爱 会给你个拥抱 抬起头 看出生命的温暖 天空的眼泪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